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古故片 古木荒斋 影片开场 住在荒郊野外破宅子里的书生杨公子 正送自己的三个孙女出门了 一声绿这哥们说 杨兄住在这荒宅里 男的就不害怕吗 小矮个说 自要是一高人胆大 什么都不用怕 我跟杨兄一样 男鬼来了打跑 女鬼来了撂倒 三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天津站的吴战长 乔装打扮成猎人出现 小矮个说 这孙子可是心狠手大 比鬼还可怕 为了能考取功名出人头地 这杨公子可没少下功 到了后完页 这哥们正复习功课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在外边唱歌 歌声是既甜美又风操 含糖量非常的高 把杨公子聊着的是心满意乱 啥也不想干 他缓步走到门口 捡起块石头就扔了出去 估计是砸得不清 那女人马上就不恨声了 当他正在乱分岗里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只老狐狸 被猎人的捕售夹夹夹夹处 这杨公子心里人厚 马上就把狐狸给放了 第二天的晚上 杨公子正在背课文的时候 不远处又传来了那个女人的歌声 这下可怕杨公子气得不清 于是他憋住屁运足气 也扯着嗓子喊了几句 当他坐在屋里正心烦意乱的时候 女鬼踩着小碎步就出现了 杨公子说 大妹子你这什么情况 既然来了 最起码也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 女鬼说 大哥你风度翩翩 我颜值一般 万一被你看到 怕帅哥你耻笑 杨公子说 那你做个自我介绍 女鬼说我叫连锁 但不是酒店 17岁的时候 因为得病领了何患 刚才我淫了前两句诗 没想到后两句你接的挺好 你不仅文采飞扬 而且相貌也不凡 咱俩也算是有缘呢 朗有情妹有义 这杨公子就想跟连锁闷闷闷蜜 可连锁一个灵箔微步就躲了过去 说大哥你太莽撞了 头回见面哪有你这个样 两人一连二去 是越聊越亲密 由于杨公子家欠了不少的高利贷 连锁还把自己的陪葬品 拿出来替杨公子还宅 一天晚上 杨公子的三个孙友来到了荒宅 连锁说 那个叫白无常的鬼弟 非要让我给他做妾 我是清白人家的后代 当然不会答应 可我又斗不过他 大哥们帮帮忙了 帮我弄死那个白无常 小白脸说大妹子别害怕 什么白无常黑无常 我们保证把他绝住墙 几个人生聊着的时候 白无常踩着高桥 就来到了杨公子的荒宅 小白脸拉弓射箭 正中白无常的后脑巢 这哥们顿时化作一股白烟 逃进了鬼公关了 连锁说咱俩聊的时间也不短 也该动哪儿真格了 你要是想让我满血复活 就必须贡献出你的精血 杨公子说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这天儿不早了 麻烈了 连锁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会得一场大病了 杨公子说别说得病了 要命都行 完事之后 连锁说我还需要你点血 滴入我的肚气了 这样才算大功构成 你看行不行啊 杨公子说见外的不是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连锁临走的时候说 15天的时候你去挖坟 我就变成大坑人了 果不其然 到了第15天 杨公子等人挖开坟一看 连锁果然是满血复活 转过天 杨公子跟着连锁去拜见 未来的岳父业务大人 可连锁的爹地 嫌弃的是个穷叔叔 不愿意把闺女许配的 杨公子一怒之下 拂袖而去 连锁则整日以泪洗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杨公子和小树童 进京赶考的途中 由于肚子疼 整个人都害不行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座身宅大院 突然神奇般地出现 龙套哥走到杨公子的面前 说大哥你的情况 可不太妙啊 我妹妹精通医术 让他给你弄点药 龙套哥的妹妹小田田 不仅医术精湛 而且长得也好看 就这颜值 将来肯定能演无一转 小田田说 你的病太重了 吃药根本就不管用 必须开膛 破毒动手术 这小田田的医术 的确是高 不愧是外科一把刀 不容分说 就把杨公子肚子上的 流子给割了 小田田说 如果想让杨公子 恢复元气 就必须找一位 黄花大闺女 跟他闷闷闭闷 龙套姐说 妹妹啊 救人救到底 这事还得靠你啊 小田田欲拒还迎 说那可不行啊 他爹地王大白说 闺女啊 杨公子对我们一家人 有救命之恩 滴水恩永全报 这可不能开玩笑 哎呀 这杨公子到底是 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简直是让人羡慕 嫉妒恨 王大白这一家人 为什么对杨公子这么好 原因很简单 当初杨公子 从捕兽家里 救出的那只老狐狸 就是王大白 王大白说 公子的文章 写的是真好 一点毛病没有 但那些考官 不是贪官污吏 就是贩毒 根本就看不懂 你的文章写得这么好 把他们都比下去了 他们肯定是收货人 如果你想考取公民 就必须写得赖点才行 由于赶考的学子太多 旅馆酒店全都住满了 杨公子只好带着书童 住进了一座寺院 在寺院里 杨公子遇见了 捉鬼小灯手艳尺牙 杨公子说 我看过千女幽魂的 知道你不是凡人 这位叫小侠的大叔 非常的高了 杨公子想套我近乎吧 结果碰了一鼻子的回头 在这座寺院里 还住着一位 赶考的书生炮灰 这哥们就是一登徒子 见到漂亮女孩 就走工道 妖怪变成 身世凄惨的少妇 对他进行勾引 这哥们很快又中了圈套 到了晚上 杨公子正打算睡觉的时候 桂花经聂小倩 突然进屋来勾引 杨公子说 大妹子别扯淡了 我可是出了名的 做坏不乱 第二天那一早 燕赤霞看到了炮灰哥 说老弟啊 你脸上有妖气啊 是不是跟不干净的东西闷得命 炮灰哥说 开什么国际玩笑 甭胡说八道啊 杨公子在院里瞎溜达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妖怪 正在炮灰哥的房间里画皮 把这哥们当时就瞎尿了 他急忙来到了 燕赤霞的房间 说大哥有妖啊 可小霞大叔根本不搭理他 到了晚上 聂小倩又摸到了杨公子的屋里 小倩说 有一只妖怪逼着我来勾引 如果不行 他就亲自动手 杨公子说 那咋办呢 小倩说 你搬到燕赤霞的屋里 他就没法害你 你脱险以后 希望你能去后院看看 那棵筷子的桂花术 浇点水湿点肥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陪你笑他走一回 到了后半夜 妖怪干掉炮灰哥 正打算去害杨公子的时候 被剑赤霞的斩药剑 七里咔嚓一傻 按照之前的约定 杨公子来到后院 给那棵桂花术 做了亡养之后 桂花术果然复化 为了报答杨公子的救命之恩 聂小倩把杨公子的文章 和一饭桶的文章 调回来一下 杨公子说 这文章狗屁不通 怎么可能考中 聂小倩说 大哥你伤完毋躁 等发榜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在聂小倩的帮助下 杨公子果然金榜提名了 这哥们首先来到了王的班家 王的班说 这次如果不是聂小倩帮忙 你还考不上 杨公子说 你也认识聂小倩 王的班说 我们都是吃妖怪这碗饭的 平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进屋之后杨公子才发现 小田田一家人正哭哭啼啼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 杨公子说 这什么情况 看见我怎么都激动成这个样 小田田说 我们家要遭雷霆劫难 杨公子如果能舍身相救 我们一家人才不会领好饭 不然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杨公子说 那我应该怎么办 王的班说 明天中午 你拿着这把大宝剑 站在我们家门口 不管雷怎么拼你都别动 第二天的中午 雷电准时出现 在杨公子的帮助下 王的班一家最终躲过雷劫 为了救杨公子 小田田把自己修炼 一辈子的一颗圣女果 吐到了杨公子的嘴里 当杨公子来到连锁家的时候 发现大门紧闭一个人也没有 张大爷说 自从连锁死了之后 他们一家人就搬走 杨公子一听是大吃一惊 痛不欲生了 到了后半夜 连锁的鬼魂出现 杨公子说 你把头上的布拿下来我看看 连锁说 我现在非常的丑 能把你吓得浑是吧的 杨公子说 你这什么情况 好不容易让你复活了 怎么又死了 连锁说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我父母非逼我 嫁给豪门子弟牛哑的 我誓死不从就悬量自尽了 为了恢复连锁的容貌 杨公子把小田田 给他那颗小西红柿 喂给他心上来 倾人终成眷属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堂尸压劲 如今人情太冷漠 全被金钱所有火 争权夺利太伤神 不如何鬼一起过